可别丢了你苏福的体面 光天化日之下 你想干什么 霓裳姑娘别误会 您这不是收了银子 要上门给我家夫人 两体裁医吗 他们只是引路的 请吧 我如果不进去 你还能强逼我不成 放心 京城是天子脚下 我们能拿你怎样 不过是苏福想见识见识 你从西州学来的手艺罢了 也罢 或许借此机会 可以从颜文秀那儿打探出 苏公明派人截杀我的事 辟儿 给霓裳姑娘倒茶 诺 少奶奶 听说路望最近经常去你的香草堂 想来在云锦庄的时候 你就时常巴结洛望 恭喜你啊 终于如愿以偿了 所以 这就是你迎我而来的目的 想打探我和洛王殿下 究竟有什么关系 好掂量着 继续对香草堂下手 好歹我们也是同窗一场 你就这么说我 实在是让人信号 如今 你的香草堂名声雀起 我当然想要见识见识 今日请你来 确实是有正事要做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我跟文宇 马上就要成亲了 这嫁衣跟装扮的事情 还想着 麻烦你一场姑娘呢 既是苏家公子 与严大小姐的婚事 那婚嫁之物 必定有两家的能工巧匠 精心准备 那严大小姐又奇怪 看得上我这家小店 好你个世间小货 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家少奶奶 自是念疾同窗之情 给香草堂面子罢了 霓裳姑娘可要细致些 我家少奶奶平日里的 吃穿用度 可是精细得很哪 素来用不惯那些普通的货色 大小姐果然是娇贵啊 不过这快要成亲 那意思就是还未成亲 那少奶奶这称呼 会不会喊早了呀 你放肆 苏少奶奶何必动怒 我也只是随口说说 您不必放在心上 不过 霓裳 文宇娶我 而未娶你 想必你心中一定会有怨恨 不过 我要是你 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毕竟我素颜两家 世代交好 门当互动 媒妁之人 而你 苏少奶奶怕是误会了 您跟苏公子那是天作之合 我一个外人 有什么怨恨不怨恨的 只不过 苏少奶奶这要求 我怕是做不到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站住 就算香草堂有落网成了 也没有拒绝客人的道理 我客客气气请你上门 你就这个态度对我 这事要是传出去了 不知会有人说 你殿大饥客呢 还是图有虚名 我劝你啊 还是想想清楚的好 再说了 我又不会短了你的工钱 做得好了 说不定还会帮你把名声 打得更小 少奶奶说得是 我既开门做生意 岂会有有钱不赚的道理 刚才言语有些欠妥 还请见谅 既如此 弟儿 给霓裳姑娘看座 诺 不知少奶奶是要两体裁衣呢 还是做妆面 我们家就是做衣裳的 裁衣就不劳烦霓裳姑娘了 还是让我见识一下 霓裳姑娘的装面手艺吧 少奶奶的肤色白皙 肤质细腻 只需做好滋润保养即可 我这里带了一个玉泽膏 是用卢慧之与李蕊熬制而成 少奶奶可要试试 那就劳烦霓裳姑娘了 等等 我怎么知道 你这东西有没有问题啊 那就在我身上试 在你身上试 我又怎么知道 他好不好呢 那你究竟想怎样 那我就勉为其难 把我的御族 借你一室吧 怎么 你不愿意啊 想当初在云锦庄时 你我时常伴嘴吵架 那时倒没看出来 你会有今日的造化 可惜啊 再要强 不过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开的也是个巴掌大的店罢 你要干嘛 让你干嘛 拖啊 童创一场 我要劝你一下 还是早日找个人 过安生日子啊 不要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勾引的男人 围着你团团转 你说话还是放尊重些 你若是再敢胡说八道 莫怪我不客气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怎么胡说八道啊 我不应该当着下人的面 讲这种事 是我不对 忘记追查 你不要生气了 你干什么 干吗 我看少奶奶脚底有些瘀堵 堵塞了脑子 我帮您通通经络 动手 住手 动手 动手 好大的胆子 敢敢对我家少奶奶动手 霓裳姑娘这便走了吗 你带来的胭脂香膏 还没有给我试过呢 这什么味道啊 真难闻 霓裳 你去西州学艺 就学了这些 掺了尿骚味的东西回来呀 你们木耀太过分了 霓裳 娣儿这是在帮你 这些玩意儿 都上不了台面 何必拿出去丢人现眼 还不如都扔了 霓裳 你没事吧 瞧你这话说的 红窗一盏 我还能把它怎么样了不准 我今日还有事 恐怕不能为少奶奶笑历了 少奶奶 哪里来的少奶奶 你和她说了什么 霓裳姑娘真是生气了 也是啊 霓裳姑娘今非昔比 攀上了洛网 飞上了枝头 做了凤子 再胡说一个字试试 少奶奶 混账 她是你哪个字的少奶奶 我本该就是苏家的少奶奶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是你父亲亲口做主 将我许给了你 二叔又在苏家当中 宣布了我的身份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其实你想不承认 就不承认的 好一个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我苏语就是不认 你能把我怎么样 阎门秀 我告诉你 少在我面前耍豪肠 你我没有摆过天地 没有山盟海誓 没有你情我怨 我永远都不可能娶你 霓裳 霓裳 我就知道 那日你不理我是装出来的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不然你也不会主动来我家 不 苏少爷你误会了 我是被颜文秀骗来你家的 不是因为你 还有 那日我说的话 自自发自内心 你我只能形同陌路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怎么能是陌路呢 霓裳 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每天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你不能这样对我 没有了你 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指望 霓裳从未对苏公子 许下任何承诺 更没有许诺对你的人生负责 还请苏公子不要再纠缠了 就此别过吧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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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一切 要不然我们离开京城 去一个没有人许的地方 重新开始吧 苏公子 还请你自重 颜文秀他虽然骄贺 可也算真心待你 他为了你 连名声都可以不要 你还是赶紧去好好待他吧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去颜文秀 除了你 我谁都不想去 那是你自己的事 霓裳 从前你不是这样待我 从前我至少以为我们还能做朋友 可是现在我知道 我们根本就不是同路人 你说不是就不是吗 这些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 你若再不放手 我就喊人了 不 既然老天让我遇到了你 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你是我的 你放手 住手 王爷 光天化日之下 纠缠梁家女子 苏家大少爷 您是不是太过愤了 不管你的事 这是我们平民百姓的私人恩怨 轮不到一个王爷的插手 本王说的话 你听不懂吗 你不要仗势欺人 我仗势欺人 难不成苏大公子 真要跟本王一起 到衙门走一趟吗 走 王爷 我为了 王爷 轻点 疼 疼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儿 你明明知道 他对你还没有放弃 为何还要单独去见他 我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呢 你要怎么办啊 不是我要去 是颜文秀把我骗过去的 他骗你你就去啊 万一你在苏府出了什么事 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你是不是想到苏府 去打探一下叙事 我确实有此想法 苏光明那样对付我 颜文秀或许知情 所以我想 你让我说多少遍啊 如果你有所动作 一定要提前知会我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好了 是我错了 对不起吧 以后不许再见他 小女霓肠记下了 你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 这没有吗 我怎么可能 会吃那种人的醋 这样啊 那我回去找他 说清楚好了 你敢 你别生气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呀 现在都已经是老板了 到客人家 也应该带上成天一起啊 或者说干脆就不做了 这样才能完整 好了好了 你教训我的样子 又像我爹一样 走了 你 你 你 大人回来了 怎么样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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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 那个欧阳紫瑜 她又做什么幺蛾子了 今儿上朝 她上了一张折子 把咱们递上去的入室名单全都付了 她出了一个新点子 将公事的入室资格 面向百姓公开 不看资质 不看声誉 真是荒唐 这 这问谁要干什么呀 他 这个欧阳子余 明摆着就是冲着咱们来的 天家已经下旨 委任他来多办此次事宜 任何人不得寻思 这如此一来 我们的人还是要被清退出去的 这别的不怕 就怕那些使的银子又入不了市 会不会戳通我们的使 任何人不得寻思 再去找俩街 Capred 这是森林走 就是森林走 走 可以了 你上去吧 我每天都要旦 大人都要旦 快去看看 今天是那边的 你不想看我 你不想看我 咱们我 都要 王爷的琴声都能听得出 两情相悦的味道 和霓裳姑娘的相遇 定是上天的安排 就像我与晓晴姐姐的相遇 也是老天爷的安排 行 那我现在就安排你 拿凉快拿带着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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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 我想我爹 我娘 还有我大哥 他们的样子 我虽然记忆模糊 但我也很想他们 是我无能 没能为他们喜情怨屈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日后会更好的 你要记住 有我在 总有一日 会得偿所愿的 二叔 您听说了吗 宫市咱们去不成了 上头改了章程 向百姓 慌什么 咱们苏家 是百年的老字号 在百姓当中素有声誉 可是 咱们家一向只做奢华的货品 普通人不太用得起 文秀啊 你这孩子一向聪明 我是怕 你怕什么 香草堂在坊间的名声 越来越大 如今宫市开放 我是怕 你是怕霓裳 利用这次机会 进入宫市 文秀啊 你就放心吧 这事 叫由二叔来操办 多谢二叔 谁啊 你别不识之虚 文秀 你别不识之虚 文秀 你别不识之虚 埋略 别派了 你 mail 在 private宫里面 你bet auf 方法 你赴释 8 以前 Fox 他移住着 大人呦 我 Gulf 也已布置周全 一旦找到用银子打点的证据 我绝不轻让 苏文宇他就是想帮我 可我不想 你不想连累到他 我今日告诉你这件事 只是不想对你有所隐瞒 但用银子买人心 是有些商户的惯用伎俩 极不累落 可有些人也是无奈之举 你若都以证据处置了他们 我怕打消到商户的积极性 他们集体罢市可如何是好 这银子我还给他 可是不止苏家 应该还有商户也想走捷径 这香草堂能否入室 还真是不好说 没错 这次入室 是香草堂进入宫市的唯一机会 你定要全力以赴 天佳有旨 杜绝各商户 行贿送礼走暗道 你唯一要争取的 就是老百姓 若胜了便罢 若败了 你也要心服口服 我只会秉持公正 可不会为你寻思哦 王爷不必对我多加照佛 只要有公平的机会 香草堂便不会惧怕任何人 这就是我认识的霓裳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有何打算 单凭香草堂的主顾 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货源和工艺繁琐 我们香草堂的东西定价不低 许多人都买不起 可若是普通老百姓 都买不起的东西 如果将香草堂的脂粉 做成样品送给老百姓 让他们试用 就算拉不到回头客 也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啊 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一直想做所有人 都能买得起的东西 我要让全天下的女子 无论是贫困还是富有 都要拥有美丽的权利 这便是你 我记忆当中 那个善解仁义 心胸宽广的你啊 心胸宽广的你啊 少爷 外面有一个叫霓裳的姑娘 说是要见您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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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找我 银子还你 就算我借你的银子 别急着还我 无功不受禄 我为什么要借你的银子 买些稀有的香脂肤料去 鄙视若不能与众不同 你怎么入公式啊 谁说我入不了公式 我不仅要入 还会光明正大的入 我还要迎进前三 拿去 霓裳 霓裳 你站住 你有什么证据说 这些银子就是我的呀 你赶紧拿回去 你当街给我这么多银子 这是好大手笔啊 这是你自己的银子 赶紧拿走吧 苏公子的意思是 这些银子不是你的 当然不是了 行 那怎么处置是我的事了 随你的便 这什么呀 好多银子 大家看看 霓裳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别欠我的银子 你们干什么 别欠我的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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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你干什么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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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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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你竟然给香草堂通风报信 你怎么知道 苏文宇 你是不是疯了 这件事要是传到官家耳朵里 苏氏的招牌可就砸了 关你什么事 苏文宇 我原本以为 你只是被霓裳迷得心窍一时糊涂 没想到 你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废材 为了一个水性羊花的女 你看看自己都干了什么 你爸这么说霓裳 休怪我不客气 等她把苏家告上官府的时候 你再对我不客气吧 她不是那样的人 我一心为大好 她纵然不领情也不会落井下石 她又不是你 你 阿弟儿 我们回去 表小姐 要不要告诉我二老爷 想想对策 不用 我心中有数 可若香草堂 将咱们打算使银子打点的事统出去 谁说我要使银子打点了 苏氏的东西 穷人用不起 她香草堂的东西 穷人照样用不起 当年我放弃了与她鄙试办展会 结果让她出尽了风头 如今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去光明正大地与她争一回 我就不相信 我颜文秀 还不如一个霓裳 来老板 我要一个挂件 方式小草堂 这是我方式小草堂的 然后赠送给你们 不要钱的 您拿着吧 你先闻一下 不要钱的 夫人 送银香包 你香草堂 慢慢看 谢谢啊 姑娘 送银香包 姑娘 送银香包 你好 姑娘 你看 这是我们方式小草堂的东西 然后可以赠送给你 姑娘 送银香包 这是我们方式香草堂的 香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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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送的 白送的 纯手工的 这个你用了之后啊 可以嫩酥 养颜 对吧 白白 闻闻闻 您敢闻一下 闻一下 还有安身补脑的 对对对 带有药箱 姑娘 送给您 这是我们香草堂的新品 这个是我们香草堂的新品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试用一下 特别特别的广告 对 要帮你去 对 等一下 你看 扑在手上以后呢 皮肤变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光 我们家小姐姐就是用完以后 变得特别特别的光 好 好 帅 帅 白送的 香草堂的啊 好 骆王在城中大查入宫室的参选资格 很多人被抓了包 不 这个骆王还真是个瘟神哪 简直欺人太甚 我现在就去禀报袁大人 不必了 大人 此事本官早已知晓 想不到这个骆王还是有些能的 可是大人 这现在如何是好啊 若是有我们熟识的人被抓了包 想找咱们通融下 这现在可怎么管哪 那是他们自作孽 只有愚笨至极的人才会被抓住把柄 与我们何干呢 让那个欧阳子虞尽管折腾 有何他轻总账的时候 此事你不要再管了 那我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听见没有 诺 可是大人 这个欧阳子虞现在越发越过分 我们得想个法子 把它制住了才好 好 二老爷 这次咱们苏家也能成功进入攻势 表小姐 技高一筹功不可没呀 文秀 这次多亏了你能及时做出决断 咱们苏家才不会栽跟头啊 因为我熟知霓裳的为人 花钱他是不肯的 必然反其道而行之 而他又与那个洛王勾结甚明 他怎么做 我照做便不会出错 不过可惜了 这个香草堂也进入了攻势 以后便是咱们的境地啊 二叔无妨 既来之则安置 既然要斗 不如来个正面决斗 二叔请放心 他香草堂的克星 便是我们苏家的玉枝斋 二叔 我先回去了 你去哪儿啊 出去逍遥而已 对了 听说文秀妹妹 经营的玉枝斋 风生水起 玉枝斋跟香草堂 同时入了攻势 文宇哥哥是不是很失望 是不是希望只有霓裳能赢啊 妹妹说的哪里话 我也是苏家人 玉枝斋能进入攻势 我也甚是欢喜啊 玉枝斋能赢 还有多亏了文宇哥哥你呢 若不是你去香草堂送银子 被霓裳退了回来 我也想不到要跟着他一块走 后来一想啊 这个霓裳 跟王爷不清不楚的 想是枕边风吹了不少 跟着他走 总是没错的 你少瞒嘴胡说 什么枕边风啊 你一个姑娘家总说这种疯话 你嫌不嫌丢人 他都做得 为何我说不得 文宇哥哥不过现在还认为 他跟那个王爷一清二白的吧 不过这次啊 因为白白送出去好多东西 倒是便宜了那帮穷鬼 他们呀 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 我想 你的霓裳 应该是用了这一招 笼络了那位王爷吧 也难怪啊 男人谁不值这一趟 他这么一搞 大家都会认为 他是一个冰清玉洁 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呢 对不起 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呢 你也得说不定 不这人 人的灭烂火 什么人 你得看这蛮好吃的 你就适当地 他们一样 他就适当地 我们再说 他就适当地 你特别的 怎么认为 他有什么事 这拂黄 我 我 奇怪 欧阳紫瑜 堂堂一个王爷 大晚上在本姑娘 闺房外面鬼鬼祟祟 像什么样子呀 本王只是想起啊 当初是谁不辞而别 远赴西州 又是谁将本王亲手赠予的御笛 差人送回 害得我夜不能寐 赌物思人 这可叫人情何以堪呢 这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王爷还耿耿云怀 真的是好矫情啊 你说谁呢 再说一遍 我今日来啊 可是有大事要说 什么大事啊 这个肩膀怎么又 你又来了 再过几日啊 兰昭公主来访 这不正是香草堂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吗 这兰昭公主来 跟香草堂有什么关系啊 此次兰昭公主前来 可并不只是来做客的 她呀 是为了打开大宁与兰昭之间的通商之路 尤其是香料 瓷器 制造 茶叶 这四个品项 都是兰昭最为稀缺的 届时将举行竞标大会 由入了宫市的商户门 提供稀奇货品的供选 这难道不是香草堂的好机会吗 这么说来还真是个好机会 所以啊 你要怎么谢我 多谢 我才不用这个 那你想要什么呀 本姑娘送你个亲手做的香囊如何 香囊我有好多呢 谁稀罕 你别得寸进尺啊 本姑娘亲手做的香囊 可是很难拿的 行了 行了 香囊也算一个 不过 还要再加一个 这个 我什么都没看见 那 绑王就先告辞了 这个你拿着 不许弄丢了啊 你给我笛子干吗 让你赌物私人啊 还不送送本王啊 好了 你快回去吧 小璐在家里该担心了 怎么 本王还要迁就他不成 小璐虽然是唠叨了一些 可终究是真心待你 这份真心难得 你说真心难得 难道 你对我不是真心的 别这样 别人看见不好 怎么 被人看见又怎么样 他啊 苏文宇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当然要和我在一起的 你为什么又要和他在一起 苏公子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 还请你不要再纠缠 你这个负心的人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怎么能这样呢 这位苏公子 做人不能太自作多情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王爷 就可以为所欲为多人所爱 苏公子 怕是误会很深呢 你与霓裳不过是朋友 往来种种与你 也早已交情 苏公子虽为霓裳做过些许事情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你别忘了 害她的是你苏家 救她的却是本王 在云锦庄陪她的是本王 在西州陪她的也是本王 而今每日在乡上 你知道吗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哪儿 这个女人是我的 她永远都是我的 我警告你 你若再执迷不悟 借酒洒风 非要纠缠霓裳的话 也怪王不客气 我让紫月 王爷 苏公子 话已至此 还请你早日清醒 我们走吧 走吧 不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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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文宇 在我心中 始终只有欧阳紫月一人 她若不离 我定不弃 我定不弃 不弃 是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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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裳в boats 霓裳 姚小姐 大少爷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一生不想失足了一夜 全家人为了找你人养麻烦 你去哪儿了 说话 你现在怎么这副模样 难不成被人欺负了 二叔 我 他的额头很烫 想是感染了风寒 弟儿 快把少爷扶回房去 再马上请个大夫来看一下 诺